這名被警方懷疑的涉案人士名為Max Tutofen 今年39歲 警方希望此人立即找律師並與警方聯繫 星期六晚上一名男子在位於Marlon及Rose Lamb Avenue的學牌油站 加了百多元的油之後 並沒有給錢而且企圖逃跑 一名44歲的加油站員工為了阻止他而被車撞 最終相寵不治 警方指可疑人士Tutofen身高5呎5吋 體重在220磅至230磅之間 此人駕駛的是2000年至2003年出廠的Inzuzu Radio四門汽車 所掛的車牌可能為保湿車牌 另外由於撞人車頭的部分可能已經損毀